今天国内电影市场日渐飘红 这电影票房破云的似乎十分的轻松 但事实上真正取得高票房的影片还是少数 前段时间上映的电影一路顺风的就遭遇了票房的滑铁卢 面对惨淡的票房 影片的主演巴贝尔倒是十分的理性 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我当时就我们已经基本已经猜到了 但是并不是因为并不是因为这个戏的质量有问题 首先是不是因为我我我自己的名气不够 因为我家陈思成就可能跟徐峥加宝强加加黄渤 在在在观众的影响力上面 在认知度上面有了很大的差别 是一二是整个剧情的架构 包括排排排的档期就一直是34%这样排着片子 也就是说他每天的排片是呃 迪恩节的二十分之一 正如巴贝尔所说 一部电影票房的高地呢不完全取决于影片的质量 同时呢也会在一些排片啊 档期等方面进行非常激烈的较量 而这一切呢都是演员包括导演在美无法操控的 但有一件事巴贝尔自己说了算 那就是他的婚史 结婚吧 人那一辈子没几回 对我就觉得说应该有一个不一样的 对因为最近我也看了就圈内有很多人都都在结婚 办婚礼就都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 我希望我们俩结是让别人包括给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的一个婚礼 我不单单希望说我们只进行一个把它变成一个仪式 变成一个生命中必要的东西 我希望把它变成我们生命中一个绚烂的东西 所以需要一段时间的想象策划 包括我与他沟通等等 看来巴贝尔是想办一个跟别人都不一样的婚礼 在今年的九月份 他去到了普吉岛参加了好朋友陈赫的婚礼 并且呢跟李光杰还有杜成呢一起当了伴郎 那么在自己的婚礼上 巴贝尔会打造一个怎样的伴郎团呢 伴郎只是一个一个形式 我想我想把这个形式给变化了 对就不想就是也有伴郎 那伴郎只是道具 就是只是其中的道具 对之前有想过要谁当来当伴郎 但现在就放弃慢慢放弃这个想法了 对